大家好 大家好 前几天韩国人的一则影片 又戳破很多绿蛙的形 我真的刚刚看到他们的留言 我只能用两个字形容 就是笑反 但是我想跟各位讲 不意外 这就是标准意识形态洗脑下的产物 遇到大陆什么事情 就是用这负面的角度去看 完全忘了两岸还有还没解决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两岸都解决 他们心里一直笃定 觉得都是大陆在找茬 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是这样的心态 那些绿蛙真的只能说 他们就是祸害 大陆都发展成这样了 绿蛙还继续用着这种鸵鸟愚蠢的心态 那究竟今天绿蛙 又是看到韩国人哪一则影片崩溃 也就是我前几天 不是有去拍超级狂的海报06DMI 就是我去拍的那个开箱 让很多绿蛙又崩溃 尤其韩国人那一则影片 其实有讲错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当时的标题是写 这台车可以达到2100公里 哇9.98万各位朋友 落地10万出头 换算台币40来万 快50万的一台车 可以跑到2400多公里 加满油加满电的情况之下 真的三个字不可思议啊 其实各位海报06DMI 今天能戳破这些绿蛙的心 毫不意外啊 全世界现在此时此刻 有多少车可以跟海报06的续航一样 而且还要看每个人开车习惯 甚至有些人说 如果我不开冷气 是不是又可以开更久 那如果驾驶的人更轻 女孩子的话 是不是又可以开更远 每一个人好像就像一个极限的游戏 不断去挑战它的极限 那究竟今天 我是怎么样拍海报06被逐真 也就是啊 今天又有台湾同胞啊 又把我去拍开箱影片啊 大致上分享到台湾这些年轻人 很爱的一个论坛叫PTT啊 然后他就直接写 刚看韩国人实测比亚迪新车的视频啊 加满油可以续航到2100公里啊 然后他就说丰田 也就Toyota 连一半的效率都不到啊 只能吃屎啊 我真的觉得PTT的乡民们 就是这一些的网友们啊 他们可能有一个战场 因为我一进来一看到 哇这个真的 说满满的活花 结果啊 哇下面的不出我所料 不过绿蛙就开始狂骂 有人就说啊 比亚迪是三小杂牌烂货啊 没听过笑死 我真的觉得好可怕 无知真的是 我觉得现在台湾最大的社会问题啊 你说比亚迪是三小杂牌烂货 甚至有人说自然哦 说他烧起来啊 跳不出去的活动是火葬场 甚至有人说啊 吹这种东西 又有人笑啊 原来是马路的棺材啊 枝叉那杂种死的好啊 老天有眼啊 你看 还有人说啊 买了棺材跟火葬费都省了 完全没有理性可言 就是为了攻击而攻击 整理了一下这些绿蛙留言的重点 也就是要说比亚迪 是一个行动的棺材 或者是很会火烧车 这个什么烂品牌 完全没听过 我说看了真的 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就是就觉得只有两个字 愚蠢 也没有人逼你们买啊 对不对 各位 谁逼他们买 你现在要买也买不到 你现在就好好买你的纳智杰 就好了嘛 对不对 然后最好笑的是 现在台湾的这个纳智杰 最近有人把它拆解 结果里面竟然还是大陆制的电池 各位你们觉得好不好笑啊 来什么电池 也就是大陆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啊 因为这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嘛 甚至当时一月份也有一则新闻是说 老美啊将制裁大陆的电池产业宁德时代 对啊 我觉得那些绿蛙最可笑的是 你都不知道台湾现在产的纳智杰 的N7纯电休旅 里面就是放在宁德时代的电池啊 那这些绿蛙都说大陆制的这种 新人员车会爆电池很烂 那你也是在指控台湾的这个纳智杰 用大陆的电池 所以他的车也很容易烧 也很烂咯 所以为什么说他们就是两个字 无知就是这样 看了真的哭笑不得 那就只有一个字 纯 而且他们一直想要去讲BRD 很可怕很危险 可是台湾D你也买不到啊 台湾现在买得到基本上 日系的车居多啊 结果在2023年就发生什么事 也就是日系的进口百万邮电休旅车 停在台南警局分局门口 尽无故自然 大火吞没复制一具 重点来咯 台湾的媒体啊 还没有写它是哪个品牌啊 那下面有一些网友就在嘲讽是说 你为什么不敢写是Toyota 不敢写是丰田 只敢写是日系的车 是怕得罪日跌吗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我一直去比喻的嘛 一个人很怕坐飞机好 他终于上去了 然后安全的向落 然后他很开心 然后打个车就砰就撞死了 如果你对于大陆所有的讯息 都是用这种无知愚蠢的角度去看 那被人家笑是蛙 完全不意外啊 而且各位 近期台湾非常多汽车专业的博主 也来到大陆 去体验大陆的新人员车 甚至我看到一个博主 他也去体验比亚迪的仰望 整个影片啊 你看着他的表情 你就会感觉得到 他心情是很复杂的 真的我可以感受到 他当时坐在车子的心情 若有所思 然后最后他的片尾还讲 台湾真的要好好加油 而且他还说 真的台湾人听到大陆 就理智线断掉了 真的你看不意外吗 今天我的影片被拿去讨论 对娃娃已经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了 那刚韩国人跟大家举了 你说日系的车也烧过啊 特斯拉也有燃烧过啊 你把今天所有的意外 好像归咎于什么制造 那我跟你们讲了 那现在台湾人 你不管穿的 用的这些很多的家电 你真的要赶快丢掉了 因为很多都是Made in China 多可怕 你用干嘛 用了爆炸怎么办 你可能用的电脑里面 一堆元件也是Made in China 你怎么还敢用啊 你不怕被炸死啊 那有时候人蠢 真的不要蠢成这样好不好 他说比亚迪是什么烂品牌 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呢 连台湾的这个新闻台的评价 来我不拿大陆的哦 这个新闻的标题就直接写 全球十大电动车厂排名出炉 特斯拉比亚迪 奔居万亚军 来各位我不是拿大陆的 我是拿台湾的新闻哦 你跟我说一个排在前三名的比亚迪 是什么烂品牌 还有一则台湾的新闻 2024年第一季全球汽车销量 中国大陆的吉利汽车 几近前十名 然后这个是根据什么报道 是日经中文网 日经是什么 来我直接拿日本大哥哥的报道 他直接上面写啊 在今年第一季一到三月 全球新车销售量 中国吉利汽车含在同期首度 进入到前十名 其他中国汽车品牌 如比亚迪中国长安汽车集团 奇瑞汽车和上汽集团 也进入到前二十名 日本大哥哥报的啊 那你要不要说 哇这什么烂品牌 最好笑是 台湾自己现在都还没有一个 真的能干过比亚迪像样的品牌 到底你这些绿蛙在笑什么 各位绿蛙帮我举举看吧 现在台湾产的哪一辆车的CP值有比 我去拍的海豹06还高 海豹06最顶配14万人民币 六七十万台币 很多平车续航2400多公里 这样的价格这样的续航 然后还有里面这些配置 台湾哪一辆自己产的自己品牌的车 比比亚迪这台好 帮我们举例出来 真的我很期待啊 韩国人今天就是最讨厌双标 你今天你要去笑比亚迪好 你除非你今天也有很厉害的车骑 结果我们今天自己的车骑纳智节 用的电池竟然是用大陆的电池 你到底有什么脸觉得大陆的车很可怕 那我们的车怎么办 最最后韩国人只想告诉大家 接下来这种崩溃真的会越来越多 尤其台湾艺人一表态说我是中国人 很多人崩溃 然后很多人都觉得是因为人民币乡 都忘了自己又讲大陆经济不好 又说人家是为了赚大陆钱 那一个人竟然会去一个经济不好的地方 能赚到钱 真的这个就很奇怪很矛盾 所以没什么话好说 自己先做到再去批评别人 如果今天自己做不到的话 真的闭嘴 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啦